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外面天很好看 哇 这就是一句话 上一次那个日落也很好看 但是没有拍一张 不是早上还下雨吗 所以下雨以后天就会比较好看 雨过天晴更好看 我觉得深圳的天气也非常奇怪 You have four seasons every single day 早上非常sony 然后下雨下雨 然后打雷 然后现在又放行 黄凯倩现在在我手机是个剪影 你可以站哪儿 我帮你拍一张 等一下 商务难事 你再侧过来 我这个角度也可以 我帮你也来一张 等一下 给个侧脸 哇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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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现在阳光超级好 看看 那你好会拍啊 是吧 我来看看 忧郁的商务难事 再看一下 先看你的 先看你的 好看 我对你的人好看 对对对 发给我 来发给你 发给你 我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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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文婷 你给我放黄凯的照片是什么意思 我 你太不错了 我说我为什么你收发了 我半天没收到 对不起 你现在是帮发了哪个人 我有一阵叫谁都叫肖阳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我叫你叫肖阳 你听不出来 但是前一阵我叫梁威 叫黄凯都叫肖阳 Himberly 给你拍 为了认最快过去 我给你拍一张 巨帅的照片 行 我现在对你说 没有特别多的信任 没有信任了 他怕你拍了 有发给我 没有特别多的信任 没事 反正都很帅 发了也没关系 哎呀同学们去二号会议室 我感觉一个两个的都开始要做好熬夜战斗的这个准备 都把眼镜戴上了 哈哈 防护心 大家感觉这个模拟法庭的准备怎么样 这比捷赛服很难脱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二十六号就要去香港 然后呢在香港也有一段的这个实习的经历 所以说的话呢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中国香港的法律体系 我讲的比较简单 然后细节部分的话呢 就由Kimberly来帮我来补周 哈哈哈哈 接下来呢就讲一下这个香港的一个法律专业 其实就分成Solicit的事务律师 然后还有Barrist 我们通常叫大律师 那通常大家一听到这个Barrist的中文大律师 就觉得是说好像很厉害 这样子的 所以通常呢这个我一讲是说啊 这个我是香港律师 接下来呢大家通常会问我一句 那你是不是大律师 然后我只能很遗憾的告诉他说 哎呀我不够大 只是做事务律师 那当然这个开玩笑讲 好那其实的话呢 Solicit和Barrist的话呢 它其实只是香港的司法体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Streams 这样子 其实这个Kimberly应该这个非常熟悉 那如果你是选择Solicit的话呢 那么你毕业就会去选择一家律师事务所 然后接下来呢去做这个我们叫做Trainee Solicitor 但是如果大家是想要去做诉讼的大律师Barrist的话呢 那么你是要去跟一个师傅完成学徒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 Solicit的话呢 它主要的是以提供法律意见 以及呢起草法律文件为主 他们做的更多的是案头工作 他是直接去对接客户的 他和我们的当事人之间的话呢 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合同关系 然后在Barrist的话呢 他们更擅长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诉讼 一旦成为Barrist之后的话呢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香港法庭里面的话呢 他都是有发言权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就是 香港的大律师 他是不能够直接去接触客户的 这个是为了保证大律师他的一个公平客观 如果剧里面啊 大家看到说啊 什么某某某这个剧 然后大律师然后直接 然后接下来这个街头 然后接下来找了一个客户 然后跟他说说啊我代表你 然后带着他去上法庭 那这个就是属于律证剧里面的这个桥段 在香港的话呢 所有的大律师如果他是要去会见当事人的话呢 都是需要有事务律师 Solicitor或者是Solicitor的代表 在场的情况下面才能够去见当事人的 律师是不是就是开庭的时候要戴那个头套 这是一个好问题 Timberley你能够讲一下吗 普通事务律师的话就不用戴 但是大律师的话在某些特定的一些法院里面就一定要戴 但是也不是任何法院任何场合都要戴 反正就是你离开法院以后就千万不能戴 除非你在PVB工作 Timberley你知道这个假发的这个渊源吗 就是我戴上假发以后我就不再是代表我自己 而是在穿上一个新的角色在法庭里面 为我的当事人去争取他的利益 戴上假发之后这个正义感油然而生 作为一个传统呢 其实现在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了 那么过往的话呢 其实是有要求在某些法庭程序上面 都是必须要去戴假发的 好 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赶紧去吃晚饭吧 走 方凯好瘦 不行了 这不行了 去年这个时候八月份 比现在胖了三十多斤 你曾经是个胖子 也不是 就考研胖起来了 原本也是个瘦子 你比现在胖三十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也想看看有没有照片 有没有照片 看看 看看 你怎么做到的 我好羡慕 老师们我想问个问题 我特别好奇你们是怎么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 就是因为我感觉就大家就工作都很忙 但是生活又有自己的爱好 有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 就你们是怎么平衡生活和工作 他们先说 需要有很好的体力 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队 团队 最会生活的思源 团队给力就可能平衡得了 你随时都能把后背交给你的队友 这个时候你是很小心的 选择要去思源团队的同志们 大家考虑一下这样子的 未来有生活的是你的老板 而不是你一个人 你们去了以后思源的生活会更好的 我觉得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起得越来越早 时间越来越多 你是叫越来越少 对呀 所以感觉越来越能平衡生活和工作了 但是我觉得随着因为你越来越资深 然后你会对于工作生活的把控力也会越来越高 就包括比如说你自己的以前 可能你在初年级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就是老板然后给你工作 那你就去接受安排的工作去做 但是可能你自来越来越资深之后 你也能够自己去协调 然后你会看怎样以最高效的这种方式 然后再去完成 然后包括去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生活应该是做减法嘛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减少无效社交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时间总是挤得出来的 这有点曝光过度吧 你怎么 我怎么这么白呀 这有点背光 得从这边 我们马上就要到香港了 然后现在再过隧道 等一下再捅了湾 希望这次来香港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 你对想吃什么 都想吃 都想吃 我好想吃港式茶餐厅 我想吃那种超级多的甜点 我喜欢吃甜点 什么 那雅琪说要看一下维港吗 这个所以得要给他安排一下这个维港的夜景 我来香港这么多月的邮远 很多年都没有来这里吃过 其实我一直觉得尖沙嘴看港岛其实是更美的 这同学们大家讲讲这个过来也两天了 这个昨天我们也是特种兵行程 大家有什么感想吗 在香港或者说对于香港的印象 又开始了